他还是回来了 咱们跟骑士集团到底有什么恩怨 为什么他们会赶尽杀绝 骑士集团的董事长齐大马 原来是咱们文士集团创始人之一啊 文士不是白景天和爸爸创办的吗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还有第三个人呢 对 是有 除了公司几位元老以外 别人都不知道 这也是咱们文士的一个秘密 既然是一起创办的 那他们三个不是好兄弟吗 是啊 是曾经的好兄弟 可是后来变成了仇人 为什么 当年你爸爸 老白 还有骑大马 并称为公司的三巨头 三个兄弟在公司创业的最初阶段 齐心协力 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把公司办得是轰轰火火 后来商场上的敌人阻击文士 使文士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个时候 你爸爸和齐大马产生了分歧 矛盾越陷越深 直到有一天 齐大马不辞而别 并带走了公司里大部分的骨干员工 他背叛了文士 这对当时的文士那是致命的打击啊 文士集团就变成了一座死城 当时我跟你爸爸还有老白 站在这办公室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 后来你爸爸跟老白相当于重新创业 这才有了现在的文士集团 你爸的肝病 也是那个时候积劳成绩造成的 妈您放心 我不会让文士垮的 我当然放心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齐大马鸟无音信这么多年 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 而且他对国内这么不熟悉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我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你不愿意承认是不是 妈 我问你 在这种时候 谢子天去哪了 为什么他爸爸都联系不到他 他应该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谢子天跟齐大马 当年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当年你爸爸就是因为太重兄弟情义 他才轰略了齐大马在背后的动作 我可不希望你走你爸的牢 妈 当年爸爸和齐大马的感情有多深我不知道 但是子天 我太了解他了 他不会做这种事 你还太年轻了 孩子 当你真正经历了背叛 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那就正经历了 文总 不好了 华东区告急 订货价格被歧视压榨 现在根本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供货 东南亚分部很多员工都被一夜之间挖走了 相当一部分老客户也被带走 还有 张伯鞠也失踪了 你说什么 张经理手下几个骨干都没有来上班 而且骑士集团宣布 另个化行公司 盒先生 怎么又送东西来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太见外了 你要真想感谢我 就多微笑 能看到你的微笑就足够了 你 要不要进去喝杯茶 不进去了 这次来呢 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但愿别吓人 之前你告诉过我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现在你们怎么样了 没关系 你不跟我说也无所谓 我只不过 是想跟他争上一种 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我喜欢你 是不是因为我是文向天 咱们俩之间太悬殊了 所以你们接受我 那我告诉你的秘密 我不是文向天 我不是文向天 先生 你别开玩笑了 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 那你是谁 以后再告诉你 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文向天是假的 我是真的 怎 怎么可能呢 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小岁 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其实是个骗子 你说的是谁啊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的真名不叫阿玉 他是不是叫阿玉 他叫谢子天 好 我们现在不管他是谁 他不会回到你身边了 白景天 白景天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 对敌人慈悲就是愚蠢 最大的愚蠢 你还太年轻啊孩子 当你经历了真正的背叛 你就会发现 你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东方脑袋 你又小题大做了吗 你忘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呢 你忘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呢 冲瓜脑的这个小男人 就得接受他 别去做刺激他的事了 阿玉 你死呢 怎么回事 那个 阿玉临走的时候 用俺的手机录的 说要是他们俩在吵架 那就让俺放给他们听 对不起 淘导 我就是一混蛋 我就是小新眼儿 我把阿玉的话都给忘了 画画 你们俩真的让她的话当圣旨啊 她懂什么呀 她知道什么叫爱吗 还连自己身边的女孩 最难忘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儿子真是够狠的 表面上劝我不要争斗 可他呢 把我的人全给挖走了 我回家吧 你别说话 今天 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 你们用不着这么斩尽杀绝吧 我明白 你们宁可鱼死网破 我白景天在你们文家 就是眼中钉 你们母子俩恨不得现在 现在就除掉我 老白 老白 你说完了吗 老白 你不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 很熟悉吗 当年文氏在最危难的时候 骨干员工一夜之间消失 骑大马回来了 这家伙回来得正好 天一 真是天一 你们想方设法把我赶出董事会 我倒要看看 你们文氏闹的笑话 当初骑大马拉我一块儿离开 我都没离开 现在想一想 我还不如当时就走 省得现在 让你们文家两代人打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说这些 妈 白叔叔 以后 你就知乎我的名字吧 文总 送您的叔叔 我不敢当 张伯鞠也不说过来 张伯鞠也不说过来 你说得没错 我们都被骗了 谁 谁能把你给骗了 谢子天 从当初投行入股闻市 提出苛刻条件 稀释我们的股份 到华星公司并购案 张伯鞠假意投靠我们 挑拨离间 还有股东大会两败俱伤以后 骑士突然全面抢占市场 这一切 都是谢子天安的 他骗了我们所有的人 不可能 不会是这样的 不会是他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就是等年底 利润大幅萎缩 文士的股份就要按照协议 被那家投行稀释 妈 你当初签字的时候 没有调查过吗 小蝎蝎 小蝎 你说是子天 是子天要坏文士集团的事吗 不会这样的 不会是他 绝不会的 夫人 不然我去找他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当着您的面 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查过了 那家投行在国外 跟骑士集团 一直都有着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好一个谢子天哪 好一个谢子天哪 简直跟当年的骑大马一模一样 可能会有幟 Campbell 公呼 老师 牵手 游当时 也不均特的 但我得过的 物体在 테的时候 为什么 看着这下面的灯光 人群 商场 反倒会感觉很安静 是不是 你居然还敢出现 为什么不敢 与其以后 在谈判桌上跟你见面 倒不如今天在这里 把所有的事情了结清楚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不是问过我 有没有梦想 这就是 这件投行是你印入的 对不对 你早知道 它跟骑大马的关系 你什么时候 成了骑大马的人 你回国前 还有 你为什么瞒着我约小孙 你说过男人要有梦想 你能有 我为什么不能有 梦想 你的梦想 就是把我的一切都夺走 你说对了 你咋呀 你把我都够还手 你把你当兄弟 你却背叛我 你不想让所有队员都从没担心过你 以为你不会背叛我 你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把你当过兄弟 我只把你当对手 你还要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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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小就生活在文士的光环里 什么年少成才 上见精英 你不是我的 还有那么高深的背景 我只能靠我自己努力 我怎么努力 我都只是你们将来的手下 小跟班一个 你服务 我要大败你 好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西子天不比你文向天长 来呀 打呀 基本让你打个够 够了今天 你再也看不到我这么好脾气的西子天了 文向天 你知道你在超市那段 我每次跟你见面听你说话 我心里想什么吗 我想的都是今天的这个场景 看看你现在的表情啊 你被人杀了 我写下一次 还ES 我写下 还我在 这一家是一家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你们瞧瞧人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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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氏股东大会 新推举了文向天为董事长 这是一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综合管理集团 你们瞧瞧人家 啊 咱们真是应该好好跟他们学习学习 别忘了 以后咱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呢 你们一个一个 都会坐在主席台上面的 大哥 你这样吧 你带我们去参观参观吧 进场看看 对不对 对啊老板 对啊老板 我们好久没进场了 组织一次活动吧 是 是 是是是是 组织一次活动是吧 别忘了 我们每次组织一次活动的时候呢 咱们商店就要关一天 关这一天损失多大 你们知道吗 不要忘了 还要吃 还要喝 还有油钱 呀老公 别这么抠门嘛 去去嘛 看一看嘛 哥 我也想进城 对啊 我们去文氏集团参观吧 你不老实说 让我们去什么见世面 可以去现场观摩吗 这就是好机会 对啊老板 对啊 对啊 都当我是笨蛋是不是 看不出来你们想什么东西吗 进城学习个什么鬼啊 都想去玩 我看得出来 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 都怪我 夫人我对不住你 我 我更对不起文先生 老谢爷 你不要这么说 夫人 我现在就去找他 谢伯 你不要去 他不会听您的 那我就打死这小兔崽子 谢伯 别生气 我慢慢再说 小林 夫人 送谢伯回房休息 好 谢伯 请吧 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 想天 是妈对不起你 自从你爸爸走了以后 妈把这文师是搞得一塌糊涂 妈 这都不怪您 咱们想办法 想办法跟他们斗 咱们跟他们抢斩市场 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大个家业 斗不过他们 妈 我们真的斗不过他们 我已经研究过了骑士集团 他们这几年 在东南亚 南美的市场 都扩张得非常霸道 都以恶意收购 挤压对手而闻命 更何况 他们为了对付我 已经准备了大半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文师 是父被受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照会白景天 你说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 我要父亲请罪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还是闺女好啊 谁都可以背叛爸爸 只有闺女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 弟弟啊 听爸爸一句劝 和谢子天那个混小子 一刀两断吧 爸爸早跟你说过 谢子天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你偏偏不信 要不是现在他背叛了文师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劝你 也许我真应该感谢他 爸 弟弟啊 你不明白 爸爸其实很对不住你 当年爸爸答应过你妈妈 让你嫁一个好人家 本来呢 你现在应该成为文家的儿媳妇了 爸 别说了 嗯 向天 白叔叔 弟弟啊 你先回自己的房间 啊 你是来看我笑过 还是来哄我 都不是 我来是挽留你 好一个挽留 如果你面对一个初心几率 不惜装风卖傻轰你走的人 突然说要挽留你 你会怎么想 我会不信 但是白叔叔 我这次来真的是向你请罪的 少跟我来这套 你何罪之友啊 商场只有胜负 没有道德匹牌 赢了就是赢了 不过文强天你给我记着 你还很嫩 很快你就会毁在另一个人手里 因为他比你还狠 还会加息珍重 这正是我来找您的原因 白叔叔 华星公司的并购案 您受委屈了 我查了一页 里面虽然是有问题 但根本不像张伯居说的那么严重 如果我们能在歧视之前把它并购 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被动 白叔叔 你说的没错 我还是能 你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 幼稚的邪吧 我不是想打动您 只是说出我的真心话 白叔叔 文家需要您 您驰骋一声 不能以败局收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和您一起联手对付齐大王 还有谢子天 谢子天 我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不过齐大马 我太了解了 他既然出手 就是有备而来 你以为 就那么容易对抗吗 有您 我就有信心 那如果我说不呢 白叔叔 当年您和我爸爸 一起遭遇齐大马的背叛 现在历史又重演了 只不过 我代替了我爸爸 但我和我爸爸 同样的都是需要您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好像被耍了很久啊 怎么样可以让您相信 白叔叔您说 我尽量去做 好 很好 我喜欢你的态度 是干大事的 您说 按原来的计划 娶我的女儿滴滴 我们两家并成亲家 这对你来说 不难吧 好吗 小心 我是说服不了她了 让她掏那么多钱 紧着笔登天啊呢 实在不行 我就自费 反正也该放放假 让老板知道 那扣你半个月工资 就让她躺 冷静 冷静 老板娘 你就跟老板好好说说吧 得了吧 老板是听老板娘的话 但唯独在钱上 她会翻脸的 看我的 看我的 老哥 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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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个树啊 真的听我的话 以后少和他们说两句话 这帮人蹬鼻子上脸 进城光顾什么鬼啊 呸 那个 老公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老公 你不是说过吗 说如果我怀孕的话 带我去海南嘛 那这次咱们不去海南了 咱买了庆祝 咱们去城里吧 是吧 你换我多少钱 老公庆祝庆祝 老公你没事吧 老公你没事吧 老公你歇歇我 歇歇我 进城 进城 我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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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咱们进城吧 好 好 好 喂 年年四孙叉拔式 喂 喂 说话啊 喂 我来 喂 喂 阿玉是你吗 喂 你说话呀 我知道是你 不要再装了 你说话呀 文向天来了 是 他就在门口 哦 捡他亲自来了 老子不妨见见他 齐总 那我先回避一下 发啥 你怕他会把你吃了 还是回避一下的好 你们先谈 好好好 齐叔您好 文向天 你就是老子的大侄子文向天 就像七叔大老 这么年轻 老了的 老子还是头一次碰上 这么小的娃娃对手 嗯 跟你爸爸年轻的时候 长得真像啊 都那么招人 讨厌 看来齐叔对我爸爸的怨恨 真的很深 喝点啥 咖啡 绿茶 红酒 沃德卡 白兰地 还是老白杆 您这里什么都有 那是啊 天南地北四面八旁来的 都是可爱 口味不同嘛 你都得找点好人家 你说呢 行吧 大侄子 坐 坐吧 这些年 你妈妈怎么样啊 我妈知道我来看您 托我向您问好 胡说 你妈妈肯定恨死我了 对不对 你爸啥时候走的 十年前 那时候我十七岁 日子过得真快啊 想当年我跟你爸 还有白景天一起闯天下的时候 也就你现在这个年纪 一转眼 老子头发都白了 一项书给我吧 什么一项书 那你这个娃娃 你不带一项书 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来 就要跟你合作 也不怪你 这些年老子一直在东南亚打拼 我的习惯你可能还不知道 只要我骑大马一出手 一定会把对手杀得片甲不溜 到最后 要么你就挺着脊梁骨 跟老子战死 要么你就带着异象书来 跟老子求饶 求我分给你们一片市场 给你们点利润 但是对于臣服的敌人 那老子还是喜欢开恩的 你会发现我骑大马是天底下 最大的大善人 不过 对于另一种人 老子也不会心慈手软 怎么样 你是哪一种啊 我没有带什么异象书 我只是想当面通知您 文氏将会全面反击 把失去的都夺回来 记住 如果我们两家争斗 谁也不会有好处 就会愚翁得脸 哦 你是在威胁老子 不是威胁 这里是美国AMB 进军大陆市场的计划书 还有印度几家商业机构的会议资料 您看看 老子不看这件鸟文 我已经给您翻译好中文 你有空看看 也是 有没有空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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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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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犬子啊 来各位朋友跟紧一点啊 城市那么大 待会走丢了不要怪我啊 现在跟我往右面看 这就是文氏集团大楼 看看人家有多大的规模 但不要忘记啊 人家不是第一天就有这个成就的 想当年的老板呢 也不就是一部自行车啊 口袋里面不到十块钱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呢 就有今天这个成就 看到没有 你看这多么星级的大楼啊 玻璃擦一擦那需要多少钱 老公一定要花好多钱吧 开玩笑 擦一遍最起码有十五块钱吧 好贵啊 老板 什么时候让我们自由活动啊 老公 隔壁商店好像在哪里呢 朋友们 请给我搞清楚一点 我们这次来城里呢 不是来买东西 不是来雪拼的 是来文氏集团 跟他们讨教一下 学一学习 他们的管理方式是怎么样的 懂不懂 所以有朝一日呢 我们也可以来这么一个股东大会 到时候呢 你们全部都是股东 了解吗 真的呀 老板 你是不是要分我们股啊 对呀 我也准备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分 股份 来激励一下大家吧 养了 养了 阿语 快 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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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衣服把它要更近了 我要再加上了 太帅了 太帅了 阿悦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会是知道我们要来 思雨特地在这儿等我们 不是啊 阿悦 你妈妈病好了没有 你不会真的在这个文氏上班吧 是 你别以为我前大年 明杰跟土什么都不懂啊 真的吗 对 我刚一批上班 你真的在这儿上班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你们亲眼目睹到了没有 你看 我前大年那个年年岁岁超市 就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你看他 刚到我们那儿的时候 傻不愣愣的小子还化了这份失忆症 结果不到三个月的熏陶之后 看到没有 文氏的员工啊开玩笑 不得了啊 老公 你太棒了 太行喽 我好崇拜你啊 我们超市 我们超市就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了 再待四个月不得了了 去什么公司谁知道 阿悦 你真在这儿上班了 阿悦 你现在什么职务啊 你今天回来请我们吃饭啊 阿悦 你这儿混得真不错 阿悦 你一会儿去我吃吧 阿悦 你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啊 没事到这儿来风啊 你不好会经营你的超市 过你的小日子 带他们到这儿来风 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吗 阿悦 老大娘怀孕了 阿悦 老大娘怀孕了 阿悦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发烧了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可能我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喂 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聊 走啦 对不起 我 我得赶紧送白小姐 等一下 这是 我们住的宾馆的地址 你要有空的话 过来看我 哎呀 阿悦刚才那个样子 也太可怕了 我从来没见过 阿悦那个样子 感觉都不认识了呢 瞧瞧 进了门市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我们走吧 反正空调也不凉 走吧 走 我刚才真想当着七小岁的面积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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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对不起 我没有其他办法 以前 我一直欠慕你 敢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敢于抛弃一切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向天 你现在竟然也把婚姻当作筹码 你不仅牺牲了我 你还牺牲了我 你还牺牲了我 你不觉得你这样贪自私了一点吗 那你呢 你现在还爱自天吗 他已经完全变得冷漠无情 变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弃 他只是野心太大了 他只是自尊心太强了 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你 这个念头已经快让他发疯了 我们都了解他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小的时候 心地善良 宽容大度 他只是一时被权力迷昏了头 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 你们女人 永远以为 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男人 不会的 子天也不会 我真的觉得现在 已经变得跟子天一样了 把爱情放在后面 像你说的 把婚姻当成仇 可是我能怎么样 刚才我面对小孙 就跟一个懦夫一样不敢开口 好 那我们来打一个赌 看看谁能追到自己的幸福 这个 �ys 可儿 你要等不着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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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